- 跟聲儷說,你叫停,你也不要動了 - 正在上場 - 是的,認真點 同路同步,其實是節目名 我们的节目想说给香港现在有很多有兴趣做饮食的人 或者是在学院读完一些厨艺的人 想学一些年轻人,想拿一些钱出来做 但其实香港来说,租金又贵,工资又贵,很多东西都贵 如果在你开业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你不熟悉 你不熟悉的话,每个年轻人出来做一个事业,一番新事业 当然是雄心壮志,但当中做饮食有几百个陷阱 所以大家到时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 过来听一听我们的同路同步 大家聘众都听歌,现在开始听我们的同路同步 可能有个疑问,你们讲成你们自己的经验是什么 有没有做过呢? 有没有做过的? 你们是不是真的做饮食的? 如果我想在这个情况之下,不如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自己所经历过,曾经做过的饮食 好吗? 有一定的 其实我们不是赞我们的同路同步节目 就是如果我之前有听这种节目,我可能限了八十万 还有八十万之外,就是你的心境 是的 没错 没错 那一刻是伤? 是的 没得拗奸 可以吗? 有行公司没行公司都好 没得拗奸 当然了,调气不顺 你如果做了主席这样说的话 那我找人扯一下就没有 是的,可以 明明搭巴士看着他下车 就说要报的士 但是没有了三十多元 只有三十多五十多元 肯定是咬着 这是一个小问题 所以他说 也要合作合作 不是兄弟兄弟就吵架了 他说这样吧,不如我们先少人 怎样少人 我们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事情 有三口一粒刺 贪小平乙,知道如何 他被激态就说 倒档,倒档当然要插火 不够钱,大家要买猪仔也要贴 将来说,我和这个兄弟,是好兄弟来的 兄弟找他女朋友来做 我找他女朋友,我自己女朋友来做 一个做楼面,一个做楼面 一个做楼面,一个做楼面 一个两个在里面 店铺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 那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不刻意聘了黑工 他是二十万顶给人 哦 就是二百万投资 就是二十万顶给人 一年多的货仔 所以将来大家 如果你们想做些什么 开什么店铺 做什么饮食都好 我想你去到那个区 去想一想 那我们第四集 我们就开始会讲一些位置 地理方面 入题一点 入题一点 就是我开始想做这一行 那或者我 譬如说 我看到地铁站那些做什么好 我们会陆续 也有些嘉宾上来再讲一下 mmmm... ammm... mmmm... mm...